日本患癌率低的原因找到了 原来他们不爱吃这些东西 不得不服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雅 就针对目前的生活状情况 不管是在网上 朋友圈 大家只要听到患癌症的人 都会觉得很可怜 很恐怖 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 一旦患癌症 这就代表着死亡离得越来越近 所以人家想尽一切办法 倾尽所有去治疗疾病 最后弄得病人精神压力大 嫁人伤心过度劳累 等等 4月2日消息 日本著名作曲家板本龙一去世 他坚持抗癌9年 小年71岁 板本龙一是日本作曲家 音乐制作人 歌手 演员 钢琴家 1992年 为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谱曲 并担任指挥 1987年 为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指导的电影 末代皇帝作曲 凭借末代皇帝 他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大奖的日本作曲家 主要作品有 荒野猎人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南汉 删成你的脸 第一如相等 2021年1月21日 板本龙一通过微博公布自己被确诊为直肠癌 即2014年被确诊为咽喉癌 这是他第二次面对癌症 板本龙一在公告中写道 此后的日子 我将与癌共生 一一 为什么会先后患多个癌症 有不少癌症患者 出现先后患上多个癌症的情况 是癌症转移了吗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肿瘤内科主任邓彦宏 2021年在中山六院微信公众号指导刊文介绍 简单来说 癌症转移是癌细胞从原来的肿瘤中脱落 从而进入附近的血管或淋巴管 沿着淋巴或血流 先到达附近的器官 最后到达全身的过程 而音乐家版本龙一 是即患咽喉癌之后 再患直肠癌 属于多元发癌 又称重复癌 多重癌 有的人会在不同器官或不同类型组织 同时发生两种以上的癌症 这些癌互不相干 它的组织类型 部位及性质不同 每个肿瘤都一般各自有其特有的转移途径 医学上称之为多元发癌或第二元发癌 根据癌种是否同时发生 又可分为同时性多元发癌 亦是性多元发癌 发生多元发癌的原因是患者自身存在免疫缺陷 而又长期处在致癌的环境中 对多种肿瘤缺乏免疫力 因此发生了多元发癌 2017年 国际顶级肿瘤期刊 美国医学会杂志 肿瘤学JAMA Oncology的数据显示 65岁以上的老年癌症患者中 二次患癌的概率为25.2% 而在年轻患者中 这种几率则是11% 在二次癌症排行榜中 最普遍的是肺癌18% 截止肠癌12% 前列腺癌9% 和膀胱癌8% 二 年纪大癌症发病率上升 我们能做什么 有一句话尽管有点极端 但确实很有道理 只要你活得足够长 你迟早会得癌症 年龄可以说 癌症的主要发病风险因素之一 2022年2月 国家癌症中心 在国家癌症中心杂志上 发布了中国最新癌症报告 2016年 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 其中癌症的年龄分布特征显示 60岁以上老年人群 是最容易罹患癌症的人群 也是癌症死亡率最高的人群 三 一 定期体检很重要 早发现早治疗 年龄可以说是癌症的主要发病风险因素之一 因此及时的体检对于发现癌症 早期治疗非常重要 2020年 浙江省为50到74周岁重点人群提供截止肠癌筛查服务 包括问卷风险评估和变前血试验 以及截肠镜检查14.3万人 结果查出 截止肠癌1423例 减出率为1.0% 进展期限流性肠吸肉14352例 减出率为10.1% 非进展期限流性肠吸肉25618例 减出率为18.0% 4.如果不做这项筛查 大概不少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癌 甚至知道晚期出现症状 难受不适 为时已晚 此外 对于肿瘤患者而言 除了要听从医生的建议按时复查以外 还需要进行定期的全身体检 可以是一年一次或者半年一次 2.健康饮食 多吃一些抗炎食物 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中指出 身体慢性低度炎症状态 是诱发肿瘤的机制之一 而通过改变饮食模式 来调节机体的炎症状态 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 膳食中的各种生物活性成分 包括能量与营养素 可影响人体内炎症反应过程 5.平时可以多吃一些 抗炎食物 腰碳水化合物全穀物 比如全麦粉 糙米 燕麦 小米及玉米等6 2.脂肪不饱和脂肪酸 比如用植物油这类不饱和脂肪酸 代替动物油 棕榈油等饱和脂肪酸 3.蛋白质优质蛋白 来源为鱼 家禽 鸡蛋 瘦红肉 低脂乳制品 大豆食品 坚果等 4.蔬菜和水果占总食物重量三分之二 水果和蔬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具有较好的抗炎活性 5.茶绿 红茶都有抗炎作用 可依据个人健康状况和习惯 适量饮用 3.心理健康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癌症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 心理因素起到重要作用 医学认为 复兴生活事件是诱发癌症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情 对于预防癌症 以及二次肿瘤发生 也很有帮助 2.不知道大家对于日本人的这种生活习惯 有什么看法呢 看完之后 你是不是也觉得应该学习呢 其实对于好的方面 我们就应该借鉴 这样才更有助于身体健康 也能够为长寿加分